这是超级丹丸的最惊险的一场比赛 面对年仅20岁的印尼星星穆斯托法 林丹首局比赛将停顿假动作运用到极致 直接将小将打到怀疑人生满眼绝望 而这也让林丹在第二局放松下来 依旧延续首局的战术 结果印尼小将在改变战术后打得异常生亡 直接将林丹逼入绝境 最后只能无奈放弃第二局保存体能 第三局双方更是打到19平难分胜负 不过将还是老的辣 关键时刻林丹仅用了一招 就轻松祭拜年轻小伙 避免了阴沟翻船 再后林丹更是坦严 20岁的小孩最难缠 当然自己20岁时同样很难缠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 林丹和印尼小将的这场精彩对决 首局比赛开始后 林丹在自己进攻中加入大量的停顿假动作 而这也导致了穆斯托法频频判断失误 完全组织不起有效的进攻 加上丰富的作战经验 林丹第一局完全掌控了场上节奏 放大过渡一下 你找的太快 想怎么打就 都有 都有 你的远想落完了 没想到过去了 对他一看那一条场 过去以后他马上就跟进了 还是经验 经验不复 对手打得非常认真 想抓球想要球 林丹不给他 现在不知道从何下去 经常呢会判断出现错误 两边勾球林丹发挥的太好 你看这个球他也是 动作小 对 当你看到出手的时候完了 完了 对吧 你看又是这样一个 出界了 可能是受到了弹总第一局打法的启发 穆斯托法第二局逐渐开始了控网抢攻 同时也在自己进攻中融入了停顿假动作 给林丹造成了不小的麻烦 好球好球好球 漂亮漂亮啊 这球应该说双方在往前的斗法 其实这几排球的质量都很高 没错我们再看一下 对方拨了一个 这个勾对角也确实很精彩啊 对 林丹这个回放其实已经很精彩了 漂亮 抓的太宽 还是用四方球啊 滑球滑球 好球啊 这球没错 抓到了林丹的这个球 面对年轻小将的步步紧逼 局末阶段林丹失误逐渐增多 看着比分一点点被拉开 林丹也无奈选择放掉第二局保存体能 也放掉了准备第三局 决胜局双方都打得十分耐心 林丹在开局也确立了不小的领先优势 不过穆斯托法一直在用进攻 不断冲击林丹的防守 在追分的同时也在不断消耗林丹的力量 无言状态 大家看到杰林丹现在它不晒球 不是它不请杀 因爲殺完球比要連接下一拍往前 平安如果說輕易的中殺之後 下拍沒辦法銜接上反而會被動 所以他在後場盡可能都保持主動為主 第殺 得分 決切之後 雙方再次回到賽場 可以看到穆斯托法狀態非常不錯 一上來就用假動作騙到了靈丹 這個動作很高 對 頂頓 掉球 這個動作的一致性還是非常好的 全力殺完之後 失去了往前 對 還是利用落點控制對手 嗯 稍微受動 十七比十八 這個球對方也是 我們看 假動作 假動作騙過了靈丹 成功追平比分後 靈丹便開始了最後的反擊 成功追平比分後 還是因為軟壓了 最终全场比赛结束 林丹在最后时刻连得2分 以21比19拿下决胜局 2比1击败穆斯托法 获得这场对决的胜利 不得不说能够和林丹打到这种程度 穆斯托法的实力也是不容小觑 大家觉得呢